大家好,我是汪露 又到了Torriga觀學感的時間 今天是第十一集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亦都歡迎留言討論 先跟大家說了,這段影片不多不少,都有劇集的成份 如果不想給我劇集的話,記得多看第十一集 師傅來看這段影片,先跟大家說說故事大哥 Karu Miller突然在街上邊打Torriga 原因只是他不喜歡Torriga穿件衣服 他要他換回三千萬年前的黑色衣服 所以他強行替Torriga吐個黑暗座袖下去,逼他換衣服 但男主角真的很不想穿這隻黑色衣服 所以情急之下就向天發射死光 發射完之後,他得常所緣,不用換衣服 但待架下去了一個不知什麼的世界 去的途中,還掉了變身器 而沒有了男主角的Torriga,就躺在地上 Karu Miller可思到跪下,因為麻煩的男主角終於走了 他可以慢慢替Torriga換回他喜歡的黑色衣服 被人趕到其他地方的男主角,一起來就暈暈一下 然後就發現他自己去了一個跟他畫的夢很相似的地方 還有三位黑暗巨人在破壞家裡的城市 之後就見到一個穿了黑色衣服的Torriga 換了一套衣服,果然不同一點 一見到男主角就抵不上他的壞樣,想立刻射死他 危急關頭,由澤莉衝了去主角面前擋 但擋不到多少,就兩個一起滾在地上 他們兩個的劍不是好電,立刻一起走 但他們已經走投無路了 穿了黑色衣服的Torriga,立刻擺下機會抓由澤莉 誰知被男主角用對色化光的手擋住了 趁Torriga混亂之際,男主角立刻帶上油澤莉跳牙 而在另一邊,Gus Select調查過Torriga還有生命反應 只是太微弱探測不到 但他們都不知道碰到黑暗巨人,會不徹底對壞Torriga才走 說回那邊,Kalumira看到Torriga被個女生走掉了 就安慰他,叫他不用那麼不開心 亦都不用擔心對手色發光的男主角 因為區區一個人類是做不到什麼的 而同一時間,Hiodoramu就知道了永恆核心在哪 就是在一條人類隱藏的道路上 而打開那條隱藏道路的門匙,就是由澤莉 這也是Torriga要抓由澤莉的原因 男主角帶由澤莉跳牙之後 人家沒事,但自己又暈多一次 還要被人叫醒 醒了之後,立刻向由澤莉介紹自己 又說自己跟人一樣,都是對抗黑暗巨人 博一下自己在三千萬年前的時空,是否能追求女生 而由澤莉就跟他說,他的戰友有很多都受了傷 甚至犧牲了 而黑暗巨人,就守得到永恆核心的力量 這都力量,是強度可以消滅一個世界 再重新創造一個宇宙 這樣人類的歷史,就要被黑暗巨人改寫 男主角見到由澤莉這麼擔心 立刻跟他說,Sumaru,Sumaru 由澤莉又馬上笑回 還說,你可能是... 東西都沒說完,Torriga又追到你了 還抓走了由澤莉 而另一邊躺在這裡的Torriga 開始有些能量在身上湧出來 發明家中找到男主角的變身器 到這邊了 黑暗巨人,他們將由澤莉放在祭坦上 而打開了去永恆核心的門 Kalumira開心到發沙喲地說 我們終於可以從祖宇宙 剷除了一些生活在光之下的人類 由澤莉用他感染的系列跟他們說 你不可以碰永恆核心的 當永恆核心脫離控制 不理光明黑暗,所有東西都會被他們消滅 但他們認都懶得他 立刻衝進去找永恆核心 男主角終於趕到尤澤莉身邊 尤澤莉立刻說完他還沒說完的對白 你可能是Lulue 男主角聽完之後心想 死了,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尤澤莉看得出他聽不明白 立刻解釋Lulue就是希望 之後就給了一個很舊式的變身器男主角 而男主角就立刻衝進去永恆核心裡 Kalumira已經一早就讓Torriga碰永恆核心了 當Torriga想碰的時候 男主角只在叫Torriga 他就走進Torriga裡面 兩個人就打起來 而發明家他們面前的Torriga 已經穿上黑色衣服變成Torriga Dark 發明家還叫做 這一集是解開了很多謎團 分別有永恆核心的禁場盡解釋 還有黑暗巨人希望得到永恆核心的原因 在這裡都簡單跟大家歸納一下 永恆核心是一種強大的能量 能量足以鮮毀一個宇宙 再重新創造一個宇宙 而黑暗巨人想得到永恆核心 是因為他們想消滅這個世界 再重組一個屬於他們的世界 從而剷除生活在光的人類 我覺得這一集又有好的對白出現 就是希望的未來可能在好遠 但你永遠都不會站著不動 如果你要賣出一部 為什麼不笑著呢? 這個對白 微觀這樣看 我覺得是鼓勵著面對失敗或者失意的觀眾 叫他們用笑容來面對未來 而配合整套Torriga的製作去看的話 就是鼓勵著面對疫情的整個世界 雖然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 即是對白入面希望的未來可能在好遠 但我們都不會永遠站著不動 好像說的所有人都為抗疫而努力 所以我們在這個社會環境裡面 都要笑著下去 而另一句就是希望之光 是存在在所有相信未來的人裡面 給我的感覺就說 我們要相信未來 那就有希望之光了 但同樣地 我都覺得這一集有些不好的地方 就是一開始發展得很急 不知道什麼原因 Kalumira要走出來搞搞陣 又要打到Torriga一撲一撲 其餘的黑暗巨人 又要阻礙人類幫忙Torriga 究竟是什麼事令他們有這個行動呢? Torriga還是G-5 都沒有說有什麼大的轉變 大的力量增加或者變化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走出來搞這麼多東西呢? 給我的感覺就好像差不多要出身形態了 就做這一集出來 之前是從來沒有為黑暗巨人 這個行動做一個鋪墊 不過這個故事是未完的 希望下一集會交代一點點吧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一下Kalumira和Torriga的關係 我覺得有兩種 第一種是類似迪加和卡美拉的關係 Torriga是最強黑暗巨人 所以Kalumira喜歡他 希望可以得到他 而且信任他 所以一些要捉猶澤利的關鍵任務 就交給Torriga 第一個碰永恆核心的人都先給Torriga 第二種就是將軍和士兵的關係 簡單來說Torriga是Kalumira的棋 一些危險的事情都給Torriga做 例如他遭到一個有危險性的尤澤利 而他聽了尤澤利說 永恆核心是很大的能量 有機會消滅黑暗巨人 所以就叫Torriga去碰 有什麼事都是Torriga死 如果這個關係是真的話 就可以見證到為什麼Torriga 整集都是一句對白都沒有 就是因為他是Kalumira的棋 所以他對著Kalumira 就是連說話權利都是沒有的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他們是什麼關係呢 這一集仍然有很多未假的謎團 見證和Torriga的關係 為什麼見證這隻手會發光 Torriga為什麼會變成光之巨人 黑暗巨人是不是就是在這一戰被封印 想知道的話 就要留意劇情發展和我們的觀後感影片 這段影片到這裡差不多了 希望你可以讚好留言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下星期有第12集的觀後感就馬上知道了 這條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